柯柯 大家都在看我的車 很帥吧 車就是要改啊 探看那些原廠車那麼廢 等一下上路看我殺爆你們 主角身穿黑色T恤 擋車升級重機 愛跑山 你可以載我去跑一圈嗎 好啊 可是你要報警哦 因為我這台的馬力跟你的筆 是完全不同檔次的東西 熱衷玩車山道競速 卻是為了優越感成為網紅 遇到可愛女生 虛榮欣驅使 發展成恋人 還多次提供精緣 無視自己每況愈下的財務總境 沒想到最後成了提款機 還被戴綠帽 逐漸深陷 被害妄想的惡性循環 就交個朋友而已 就交個朋友而已 沒有啦 剛認識的車友而已 剛認識的車友而已 喂 你平常是不是都這樣背著我 跟別的男人聊天 因為自己的一身一鬼 女友受不了精神折磨提分手 和救到車友又因為金錢問題 產生嫌隙 一次刪到競速 又因為好勝心態 這是一個眾派經理下 在山道上失去生命的悲劇 山道猴子的一生 動畫短短上架一個月 上下節累積近六百萬點閱 故事中融入非法信貸 網紅生態 情緒勒索 出軌和關係經營等議題 劇情寫時貼近社會問題 被網友分為年度勸勢神作 不少人喬晚推出真人版為電影 跟點名熱愛騎重機跑山的軟津天 全是男主角 操場女友酷酷騎車形象 網友點名和YouTuber健保的成員 層層非常相似 甚至有不少二次創作出現 有飲料店推出相關飲品 內政部還拿來宣導車戶SOP 東愛大學物理系作圖 解釋悲劇根源 是美好好學物理 眼看越來越失控 創作者聲明 沒提供任何素材 創作梗圖 注意言行舉止 發聲糾紛 不負責 靖新聞臟無導